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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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又要说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好 其实我 今天你们看到我应该是我最干净的样子 平常应该是像那个 穿着青蛙装 甚至说有机会如果你在电视上看过 我的访问可能是 我穿着青蛙装在那边抓鱼 有几集是我在那边捞土 就是典型的渔村的春菇 今天能代表春菇站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是蛮紧张的 很高兴受邀到TED 这边来分享 其实媒体采访已经蛮多了 问我说鱼能不能吃啊 能长多久啊 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可以把它跳过 因为那个Google上面都有 所以我今天想要在TED分享的是 Google上面没有的东西 我选了一个主题叫做 三分之一的人生 还有混水沫浴的乐趣 那下面下一个标题是我 目前为止我今年37岁 我觉得我可以当我人生座右鸣的一句话 就是你要用幽默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人生 然后享受挫折带给你的乐趣 对也许我觉得应该自己没有那么有名啊 所以有些人应该不认识我 所以快速地用图片介绍一下自己 我就是养鱼的没有错 然后呢我把鱼带到国外去比赛得冠军 我说好像还可以 然后Discovery他觉得我这个 这个台湾的农业啊 这个项目蛮神奇的 所以也做了专访 然后放在这个我们 台湾建国百年的一个纪念的那个里面 然后我自己把这个鲸鱼 送给荷兰一个城堡 然后呢他们觉得说 这是台湾送给荷兰最美丽的一个礼物 结果就欧洲报纸就报导了 就说有一个台湾来的叫Koi Queen 其实我是觉得我想叫Princess 可是因为有点年纪 所以只要不要叫我Koi Oba-san就可以了 所以就这样报导下去了 啊我们总统就来了这样子 然后上一个总统也来了就这样子 然后可能有些 因为我有在大学里面接任做讲师 爸爸妈妈会问我说 哇中小姐你好有成就 这时候我就会给自己一个question mark 就是什么是成就 这样就是成就了吗 我爷爷8月9号那天去世的 想说85岁 那我在两个总统来过之后 我们村里面有那个阿伯 跑去跟他讲说 哦您这样子孙那么粗名 啊一个礼拜里面来两个总统 八字不够重的话肯定卡不起了 所以当下我爷爷有点忧郁啊 他就把我叫到跟前说 啊您咋不够 我说应该死不了吧 八字重不重我是不知道了 我要去补个挂 那我今年呢823炮战那一天呢 我在屏东的农业生机园区 设立了我自己的一个公司 是一个顾问公司 专门比较看表面叫做卖鱼的 事实上我今年37岁这一年我想做的事情是 怎么样把佛洛摩沙这块美丽宝岛 它的好山好水养的好人 能够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这是我未来十年要努力的 我诞生于1977年 诶我们的片头说我的标题叫做三分之一的人生 我小时候长那样子 下面那一个黑黑的那个像小男生的那一个 我生长在一个蛮富裕的家庭 还有花园之类的 可是我们花园旁边就是蒙阿波 这是我们的家务 我要讲这三分之一的人生 就是其实我在我26岁那一年到我今年37岁那一年 我来回顾我的过往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影响我的概念 我从小在蒙阿波跟我的堂弟堂哥啊堂姐妹 在那边玩躲猫猫 灌蟋蟀爬上爬下 我要看上面这个字 哦 这个是阿祖的阿祖的阿祖的阿祖 对 然后上面不会写什么 只会写他生于几年死于几年 我2003年的时候从一个美术老师 投身到这个养殖行业里面的时候 我是26岁 那一年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 每个人一天都有24小时 把他分成三等份 所以八个小时呢 就是睡觉啊 发呆 打屁 洗澡啊之类的 那八个小时 因为我诞生在一个爱和平的社会 所以我必须要上课 那我必须要 毕业之后我必须要上班 这好像是社会给我的一个 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我必须要follow的 所以呢 我每天有仅剩八个小时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26岁那年这样想 我就跑去问我爷爷 因为我的爷爷呢 他在16岁的时候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在日本兵工厂当工兵做战斗机 然后美军轰炸的时候 那个炸弹就掉下 砰 然后他同学的头就滚到他跟前 他就吓着皮皮刺这样子 那只有16岁 那后来战争结束 他回到台湾的时候 他告诉自己说 接下来人生都是捡到的 他只要做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26岁的时候 我跑去问我爷爷说 啊 我们现在家到中楼 负债雷雷 啊 黑道都来要钱 啊 我要怎么办 我一个美术系的老师 我怎么能够帮我的家庭做什么事情 他就跟我讲说 啊 没有关系啦 我想我应该可以活到90岁啦 那如果呢 一天是分成三等分来分的话 你只要每天把你那八个小时过好 因为我现在都八十好几岁了 我也是每天把那八个小时过好 而我留给你的基业就是 我终于知道在这块土地上面 可以养漂亮的井里鱼 而且它是全世界都不可以被取代的 我的爷爷从那个种田开始 养鸡 养猪 养鸭 养鳖 然后养蚂 反正我小时候几乎在动物园长大 那种感觉 我还骑过猪哦 然后 他终于发现说 在这个地方 这个水子里面可以养出很漂亮的鱼 这是他盖的猪色 盖的那个经理池 三分之一的人生是什么 我爷爷告诉我说 如果你三十岁以前就在睡觉嘛 啊三十岁到六十岁要上班上课嘛 啊六十岁到九十岁 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这样算的话 可是很不幸哦 就我的经验告诉你 我七十五岁以后不良于心躺在床上 所以如果有家族遇传这种事情 你不小心搞不好你的人生只剩下十五年 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而你要确保你六十岁以后还一张好乎 我那时候二十六岁我那时候想 啊所以呢 我要怎么样把我每天的那个八个小时 过得像自己 做我觉得我应该做可以做的事情 我认真地去思考我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需要的是照顾我的家人而已嘛 啊因为黑社会来要钱嘛 因为爸爸负债嘛 那我只要努力赚钱就可以了 对所以我非常努力地赚钱 我把鱼卖到欧洲去嘛 一直在台湾卖五十块 到欧洲一直卖七百欧元嘛 对不对 打死都要卖给他 想尽办法 我想要什么 我需要只是养家活口 可是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二十六岁的时候其实 搞不太清楚啦 我那时候看到世界地图就傻了嘛 你看那个红色区块都在养鱼 绿色区块都在买鱼 好那我问题是 台湾在那里有时候找不到 然后你要从那个地方 把鱼运咻 飞到木 卖最贵那个七百欧的那个地方 叫荷兰 怎么卖过去 我不会啊 我觉得我生长在一个爱与和平的社会 而且我非常幸运 在我二十六岁那一年 有Google可以使用 上网Google一下 Koi Koi Cup Nishiki Koi 都是锦鲤鱼的一个英文的名字 我找到这些漂亮的庭园 这么漂亮的鱼 有人帮他写书耶 有人帮他出海报耶 那有些一般的听众有时候问我说 那个鱼听说一只可以卖三四百万台币 请问他到底跪在哪里 我要借机赶快要宣导一下 就是 他是一幅我们东方的画 长长的 我给你剪刀 你把它剪成鱼的形状之后 在上面画画 你要前景中景远景 你的笔触要明快 色彩要鲜艳 构图要有趣 就这样而已 所以他是一个活的艺术品 可是他会游来游去嘛 像后面那个模型一样 所以他是一个立体的雕塑品 可是它有年限 保存年限只有七十年 它跟你一辈子 就是这只美丽的鱼 就只有陪你一辈子 它的美丽只为你绽放 没办法留给子孙 没有的 就像画面上那一只 我们看那个黑白的那一只 有没有 这个到底有什么美 荷兰人跟我讲说 你看这是东方美女 穿着细紧的肉背装 好性感 Sexy 我当天他说 哪里 好 那中间那一只 你给我解释一下 到底美在哪里 他说哦 这是钢铁人耶 我说哦 哦 好 所以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艺术品 他在日常生活中 他是跟人互动很亲密的 诶 可是那要跳回来了 我的三分之一人生 我的浑水摸鱼的乐趣在哪里 没有 我负债雷雷啊 可是我很幸运耶 我觉得 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一直相信 冥冥之中都有安排的 没有错 人生一定会有很多跌跌撞撞的 很多家长都 我小时候也是被告知说 你要有成就 我也不知道成就到底是什么 是买房子买车子 结婚生小孩 有稳定的工作 还有一个出国旅游 叫成就吗 还是像我前面图片这样 能为总统一个礼拜来你们家 这样子 是成就吗 其实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 应该就是说 在你每天的24小时里面 那个8个小时 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你认真地检释你自己 我曾经去参加展览的时候 你被人家偷走啊 偷走怎么偷 站在机场 他很好心地帮我载雨 他是一个业者 结果载着载着 三天都载不到会场 我非常的沮丧 那是我第一次 在这个行业里面受挫 信心满满带着我 野出国去参加比赛 怎么办 明天要开场呢 我租了最前面的位置 然后所有人都知道 一个来自亚洲的景临厂 产地直销 大家都要来看 我们发了好多邀请函 怎么办 那天我 前一天晚上 我在饭店的房间里面 蹲在地上哭 然后眼巴点挡 哭到抽筋 然后翻滚这样子 我哪还拍一名啊 对 那一类的 反正就睡一睡念啊 就觉得我是全天下 最可怜的人就对了 我都已经负债累累了 我还刷信用卡 买机票 我只奢望这一笔 我可以接到订单 可是我现在连鱼都没有 我怎么去展示 我可以逃跑吗 我很幸运就是说 我那时候身边有个顾问 我个同学 他跟我讲 淡淡地跟我讲一句话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人生其实只是选择题 没有是非题 今天因为我没有钱 因为我的能力不够 因为我选择了冒险 因为我选择来到这个欧洲 拓展我的市场 刚好不小心 你把鱼放在某一个人车上 让他做了选择 他选择吗 把这一百多万的鱼载回家 还是选择把这一百多万的鱼载去会场给你 他选择再回家 他只是做了选择题而已 你说他多坏 其实不一定 搞不好人家他老婆生病癌症 搞不好小孩子欠债之类的 有很多理由让他做了这个选择 可是这个权力是谁给他的 是我给他的 所以我那时候学到一件事就是 人生的路途上 你不一定要指望有人帮你 有人鼓励你 因为大家都在做选择题 可是你可以为自己做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蹲在饭店门口在那边哭啊 打滚言巴点档啊 还是你站起来擦干你的眼泪想想看 OK 既然发生了这样子非常狗屎的事情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力挽狂澜 隔天开幕的时候我穿着旗袍 坐在会场 微笑着泡茶 所有的人围在我的展位那边 看着我的奈米鱼 因为看不见嘛 然后他们都是外国人嘛 就很害羞 因为觉得我是一个东方女孩 长头发穿旗袜 靠起来靠到肚脊这样 沾着泡茶 现在很害羞 最后还是走过来问我了 你的鱼在哪里 当然我听不懂嘛 对不对 我们有翻译啊 我就跟他说 I'm sorry you are too late 昨天已经卖掉了 当然我是卖零元啦 没有错 我说 谁是谁买走的 我就把那个 再走鱼那个人名片 都给他看 去那边看 我的鱼就在那边 哇 现场一片轰动啊 大家都说 豪塞雷啊 亚洲来的还没开幕 就卖光了 然后呢 大家就是给我要了个地址 然后都冲去他们家看 那个人也很不知所措 听说你买了那个亚洲女孩子的 鱼全买了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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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我觉得今天可以在TED这边跟大家分享 其实 Google上面有很多我失败的经验 往下走 经理到底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美 日常生活的红白黑黑白 我们很喜欢灿烂的色彩 或自然的色彩 它都有这样子的 我很幸运诶 我在经营的 我在行销的 弄的一个产品 它是很漂亮的 那我有机会可以介绍给大家认识 当然这里现场有男生嘛 我来做个问卷调查一下 那个 左边那一只 左边这一只跟右边那一只 你心里面打个分数好了 不要举手啊 时间不够用了 总而言之呢 如果你选了左边那一只呢 你是喜欢青春型的女孩子的 如果你选了右边那一只呢 你是喜欢性感型的女孩子的 怎么看呢 因为右边那只穿网袜 好 啊 当然也有亮晶晶的啦 所以 也有很多文创的商品 再回到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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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的这件事 未来十年我想做什么 我想在台湾这个 Formosa的宝岛里面呢 然后养出漂亮的鱼 可是我需要 有很多年轻人投入这个行业 有 他们有投入的 可是 我们的社会对这个行业 因为不了解 不熟悉 所以往往会 质问他们 比如说 我虽然带着他们到世界舞台上面去看了 也带他们了解这个产业的 可是他泡在水里面 我希望在座各位将来如果 成为家长 或你现在也是家长 如果有人问说 你的小孩在干嘛的时候 啊 养鱼 这时候呢 那女生可以说 啊 养鱼 然后 骂骂的说 哦 赞 这样子 因为他能够在为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可以 好好的耕耘 我的爷爷 我觉得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 生命热度的传承 我三分之一的人生 我每天把八小时过好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掉 不小心 然后 然后我希望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遇到挫折的时候要享受它 因为呢 你收集111个时候 你可以找到成功的那一个方法 而这个成功不是成就 而是你终于面对自己 你知道自己可以面对挫折 可以在挫折中学习到什么 然后有一天你还可以分享给别人 谢谢 谢谢